美国对这个华为什么态度 什么样的制裁 大家看在眼里 可是华为撑过来 轮值董事长孟晚舟 还要到美国去出差 他要去美国 大家第一个反应是说 我没意味被扣 对该不会怎么样吧 应该主要是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他现在呢 大家就说 到底为什么有重要的事情 非得要去美国吗 现在第一说 在5G手机芯片上寻求和解 并且要跟美国企业 做更多的合作 第二是要看望小孩 现在怎么看 他这次的行程 第一个理由不可能成功 因为他只要拿到尖端晶片 那他的手机就复活了 高阶 而且他的手机营收极大 他竞争力太强了 这个赖老师用华为手机 他很清楚 我也用过华为手机 如果他也拿到5G晶片 还可以绑定Google 那大概我觉得安卓手机 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绝对没有 所以美国绝对不会对他松手的 因为他还在做 还是在做5G 对而且他现在连那个4G的手机 不是都说可能不一定 就以后啦 这个高通不知道 还能不能够供应晶片给华为 美国的政府就在盯这个时候 要割断他的钱袋子 因为那个营收获利太大了 那不过他算是求生还是活下来了啦 那荣耀就割出去了嘛 那荣耀就可以拿到高阶晶片嘛 就是这样嘛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法国这个事啊 马克宏的影响力还没有开始展开啦 因为地中海沿线的国家会支持他啦 这是法国的传统 所以今天是刚好那个贝尔伯克德国外长 刚好去中国大陆啦 不然照理讲嘛 赫皇要铺的牌应该是 意大利先表态听没 然后西班牙表态听没 应该是这样啦 因为欧陆的大国只有四国嘛 其实就是争取 接下来就是荷兰 因为荷兰是欧洲的思想的前卫者 所以我们在荷兰的话 荷兰是走在整个欧洲的 在前卫这部分里面走在最尖端 例如说很多一般很禁忌的东西 荷兰都是最敢走 所以荷兰虽然国家小 但是荷兰的态度一转向 会影响到很多国家 好 所以亮哥刚刚讲的 就是现在其他的 荷兰也是贸易大国啦 对 他跟中国的贸易是欧洲第二 仅次于德国 是 所以现在法国的态度 到底能不能够拉动其他的国家 我这个政治就跟 国际政治就跟打撞球一样 那当然马克宏刚回去 那亲美的那些政府就先表态嘛 尤其是波罗地亚跟东欧嘛 然后当然还有德国的亲美媒体啦 就先乱揍你一团啊 可是马克宏完全没有屈服啊 他的财政部长也挺他啊 所以接下来就是 欧陆的一些国家就会开始表态了 那那个才是核心的国家啦 是 所以要需要时间来验证啦 那我认为基本上不会变 不会变 好 但现在美国呢 美国这个泄密门到底还要炒到什么时候啊 大家本来在看 一天这个 隔天又有另外一份文件 然后呢都是看美国媒体 一点一点的像挤牙膏似的这个卸出来 结果这个泄密门是不是卸完了 因为我要请教一下蔡委员 小兵抓到了 谁呢 来各位看一下 因为最新的讯息就是一个21岁的年轻小伙子 他叫做泰谢拉 他被捕了 他为什么被捕呢 竟然涉案 这个外国媒体啊 当然也高度的关注 那么呢 现在他说 这个人表现还不错啊 刚晋升曾经获得空军成就奖 那么呢 这个嫌犯啊 那么根据美国司法部长是说 会按照反间谍法的未经授权移除保留 以及传输机密 国防讯息啊 那么联邦当局强调 他是军事迷 他是枪支狂热分子 但是他又是谁呢 是麻州空军国民兵的情报部门成员 受到网路传输系统专家培训 专门在负责空军的全球通讯运作 所以委员 你相信真的 这些事情 这些秘密 全部都被抖出来的 都是他做的吗 我昨天凌晨看到纽约时报 这个Breaking News 我差一点笑翻了 第一个 美国刚开始 你想想看 这个 这个振华重工 那个起重机会泄露情报 华为会泄露情报 讲的这个 还有这个抖音会泄露情报 就搞搞的 反正是你们国民兵会泄露情报 那可是看到这些我有点纳闷 一个21岁的空军国民兵 就是国民兵里面的飞行兵种 那他基本上不太上前线 只偶尔会支援前线的一个 那也当然他是个情报单位 不过情报单位不是间谍单位 他情报单位是用这个侦查机去侦查 各种战场 然后这种反恐的形式的 这个21岁高中毕业 然后他就能够取得这么庞大的 他们美国就公开讲 classified document 就是机密资料 机密文件 对 好了 就算说他取得的 然后他在Discard里面 就是现在D卡可能在台湾很风行 他用D卡一个小群组在放 而且放了很久 大家讨论里面的内容 那里面都是玩 那种战争电脑游戏的小朋友们 最小的17岁 最大就是他21岁 这个小团体而已 然后其中有个17岁的 没有被抓 为什么 是他把他铺到工板上去了 工板上并不是这个 泰谢拉提斯拉铺的 是那个17岁的人 铺到工板上面去 才流出去 要不然在他那边 已经有快三个月了 在里面这小团体里面 已经搞了三个月了 那我们就几个问题出来了 哇 以前说这个document是假的 现在不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 你抓人干什么 这抓不成嘛 第二个 你说里面有经过编造 现在美国自己承认 没有经过编造 因为这几个小孩子不会编造 第三个 很显然 这个人是直接从 某个美国情报单位取得的 怎么取得的 不知道 他没讲 是用他因为 骇客的手法进去取得 还是因为他的职务刚好 因为所有的报导这一点都讲的模糊糊 不过我也要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这个蔡委员 讲的可能比较快了一点 我们台湾呢 大家看dcard discord 对对对 那美国这个是discord 对对对 但是说的拼法有点像 来亮哥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因为是他po的没错啦 可是看起来那个是照相后的文件 所以他是拿到职本 他不是拿到电子党 他是拿到职本 那问题是他怎么会接触到职本 这个就蛮怪的 因为21岁的国民兵 你即使是在机密单位扶勤 那美国这个整个委外 这个处理那个 我们就说这个监控的过程 也会不会太差了 怎么会允许带摄像装置进去呢 除非他的摄像装置是穿戴式的 所以那些那些管理的人 不知道有这个玩意儿 比如说手机会没收嘛 你不可能带手机进去啦 也不可能带相机嘛 那搞不好他是穿戴装置 所以不知道 就那些人可能不懂得有新的科技 所以穿戴装置可以照相之类的 因为看起来很像照相 亮哥你别吓我 说美国情报单位不晓得新科技 你会吓我 那就是真的发生了嘛 不然除非就是你把它理解成是有人故意给他 可是他那个 他用的不是元件是照相的 没错没错 所以一定有照相这个动作 可是怎么会允许照相呢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 谢谢大家